随着时间的流逝 美丽的花朵也会逐渐凋零 再美的女星也有变老的一天 岁月除了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些痕迹 更是将她们刻画得更有韵味 年轻的女孩拥有的是青春美貌活力 而她们更多的是知性成熟技术老练 今天放轻松就带来日本51位50代女优 她们可是一点都不输年轻的女孩呢 现在就来看看你认识几位吧 废话不多说我们进整片 No.51 几本多香美 1971年10月13日深 如果你是奥特曼迷 你可能会认识她 迪迦奥特曼里的女主 七赖丽娜就是她 她也因为这个角色迅速窜红 然而因为剧中形象太过鲜明 反而导致能够演出的角色受限 截不到戏的几本多香美 只好转入风月行业靠脉肉为生 期间还拍摄了三集片 街月和黑色东京 也因此让奥迷难以接受 但之后重新回归迪迦奥特曼最终胜战时 并没有因为她这样的经历影响收视率 No.50 1968年2月20日深 听到这个名字或许你有点陌生 但看到这张照片呢 对了 她就是一顾搞笑大师 志村剑的老搭档 是许多五六年级生的回忆 还记得小时候看志村大包笑时 都觉得她跟松本典子两位小姐姐好症 想着以后我也要娶这样的老婆 No.49 哭内镜子 1971年5月27日深 哭内镜子演技深厚 并非是靠着某类型角色车厢的演员 藉由准确地表现不同角色的演技 使她在舞台剧、电影、电视剧都有演出的机会 但大多是以配角或客串的角色出现 No.48 小林聪美 1965年5月24日深 1988年因演出富士电台深夜剧 果然还是喜欢猫的三女 而知名度一举伤身 2004年 演出自闭症题材的与光同行而大获好评 并获得第41回日剧学院上最佳女配角奖 小林聪美似乎备受治愈温情系电影导演的青睐 很多这类的题材都是由她主演 堪称日本治愈系电影的御用主角 被视为乐活路线的代表性演员 如《面包汤与猫咪日和》 海鸥食堂、森林民宿 都是非常棒的作品 如果你对那些洒光学剧情日剧已经疲惫 不妨看看小林聪美的作品 一定会有一番不同的感受 而小林虽然不是那种美女型演员 但让人感觉非常耐看 属于那种跟她一起生活似乎很惬意的阿姨 西田尚美 曾获得日本奥斯卡最佳新人奖 出演过《白夜行》、《向阳出的他》、《白色巨塔》、《坡道上的家》、《魔女的条件》等多部电视剧 之前看《半则植树2》 她在里面饰演《企业金融》第四部次长 与借雅人有许多交手戏 还有在《香棒》里面饰演的《平成诺独妇》《远风小叶子》 觉得她很适合演这种冷冷的角色阿 年轻时的西田也是很美的 常有人用长得很像《圣经惠礼》的女生来形容她 但《圣经惠礼》许多年来都是女主角色 而西田早早就被封为《明律业》 看来长相类似 命运却大不同呢 第四部次 《松田美游记》 1961年10月6日深 她是已故日本知名男演员松田幽作的第二任妻子 她参演的首部电视剧叫做《侦探物语》 在当时引起了高度讨论获得高收视率 之后又参演了《西部警察》 《北国之恋》等多部影视剧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对《松田美游记》还是有点陌生 但说到她的儿子松田龙平还有松田祥泰 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了 前一阵子在《大豆田永久子》与三个前夫中 松田龙平饰演松龙子的第一任丈夫 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女生 我应该也会很爱这种type的 而次子松田祥泰 就是经典日剧《炸汽游戏》中的男主 而她的女儿Yuki还有媳妇泰田丽菜也都在演艺圈 话说他们家怎么都是单眼皮 但都很帅耶很好看啊 No.45 傅田敬子 1969年2月27日生 16岁时参加了电影《爱死16岁》的女主角 世敬选拔 并从12万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之后在寂寞的人中一人分饰两脚 一奥成为当时的红星当时的富田仅出道两年 然而早红了她后来的作品皆为能超越寂寞的人 电视剧的收视率也远不如预期 人气也逐渐被同事务所晚辈 申亲会礼 傲山家会超越 后来的角色多以配角居多 如在我的家政夫主先生中 饰演多部魏华子的上司 或35岁的少女中 田中哲似的再婚妻子 No.44 片同路 1963年1月18日生 五官散发着羊干的气息 并不是什么美女 但在日本可是非常有名的喜剧演员 像经理曾这样称赞片同路 她是日本第一的喜剧演员 因为光站在那边就已经很逗趣了 她身上具备所有的才华 在海欧食堂 她饰演一名因为随意在地图上直到芬兰 展开说走就走旅行的女孩 并在异国偶遇了来到这边开小餐馆的老板娘 而有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这部片也是和小林聪美合眼的疗愈神片 真的很不错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 No.43 有森也十 1967年12月10日生 我们姐姐年轻时也是美美大 她是那个在东京爱情故事里 把永违玩至从赤明丽乡身边夺走的女配 因为演出了这一个角色 结果被全日本看过东京爱情故事的人 讨厌的不得了 她曾经在新宿车站被人暗地里投过石头 还真的是无望之灾啊 No.42 藤田彭子 1965年8月3日生 1987年音乐剧《悲惨世界》出舞台 在1988年因为在NHK日播连续剧里首次出演 知名度得到提升 1990年开始出演《冷暖人间》 因为很好地诠释了本间长子的这个角色 确立了演员的地位 2015年4月29日与首风琴演奏者《桑山折野》结婚 非常喜欢音乐也拥有自己的乐队 自己担任主唱开过不少live No.41 伊藤和之 1966年12月7日生 话说这部就是伊藤开了超过30年的 理善老车西马 看起来真的是亮晶晶的 当时他花了500万现金买的 他去定期保养时被车商大道称赞 还送了他一盆花 但也被网友酸抠门 他最出名的是以超级战队系列特色作品 授权战队机器连者中饰演真孝梅希 以及在2009年的誓战队真剑者饰演白石翔子 伊藤姐姐年轻时也是超美的哦 No.40 藤吉九美子 1961年8月5日生 年轻时也是非常清秀美丽 但这样的可爱也会变卦 1982年九美子靠陈尖剧一炮而红 傲人的尚维被推测有一兆杯 曾和歌舞伎演员板东正子柱结婚 但仅维持5年就离婚 后来再婚又被抱不伦练 久美子趁老公在京都录节目 撕毁电视台制作人 两人入住同间旅馆 后来南方夜里到他房间过夜 老公泰川阳界那时还帮他说话 没这种事情吧 但看到这痛哭流涕的照片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No.39 橘池桃子 1968年5月4日生 橘池桃子几乎是日本一年界 有史以来串红最快的女性偶像 曾被视为松田圣子的接班人 出道后以清纯动人的形象 收获了大量人气的橘池桃子 于1958年2月在日本舞蹈馆 举行了演唱会 参加演唱会的观众人数 甚至超过了皮特斯乐队 1996年在舞蹈馆 举办演出时的人数 有段时间各大小书店爆摊 各样交通运输工具 各式线大小告示板 都布满着桃子的大海报 那时他单取的销量 仅在松田圣子 以及中森名菜之后 然而随着快速的窜红 带来的却是大众的审美疲劳 为求突破1988年 与松浦一和等人 组成摇滚乐团 并担任主唱 但乐曲风格 实在与他原本风格差异太大 观众不买单 导致人气衰退 No.38 昂山慧 1969年9月2日生 17岁的时候 在集音社Yang Jump的女王竞赛 预赛会场被星探发掘 一个月后被选为 北国之恋1987初恋的女主角 之后出演了《雨夜的使者》 《沉睡的森林》等电视剧 2002年 在富士电台播出的电视剧 《珍珠夫人》一剧中 饰演女主角唐泽琳梨子 可说是她的代表作 No.37 《草易明代》 1965年5月10日生 最近在哪里看过她呢? 一个是我的家政夫主先生中 饰演女主牙医的妈妈 剧中她的特点是不擅长做家务 另外一个就是在亚瑟行事组中 那位看似冷酷 其实充满正义感的大法官 草易明代是芭蕾舞员出身 早年在电影《弹弹琴跳跳舞》中 饰演了女主 初登大一幕便摘得了日本学院奖的影后桂冠 也因此与导演周房正行结缘 No.36 No.35 我之前有详细介绍过宝奈梅 大家可以看下方说明栏的连结 我右上角的资讯 No.34 山田勋 1964年11月27日生 在日本可是家喻户晓的女艺人 是综艺节目男女纠纱队的固定班底 7岁时就借由日剧《不要嫁我爸爸》出道 成为家喻户晓的童心 20多岁时因为父亲当了不动产的宝人 被迫背负了1亿元的债务 曾经为了还债被老头社长包养 还拍摄了青色写真集 但这都没有打败山田勋 他慢慢地找到一条在演艺圈生存的路 从清纯的小女孩 逐渐蜕变为毒蛇风格的淑女 因为年轻时的坎坷经历 反而让他更加口无遮拦地 大谈各种亲戚话题 受日本民众喜爱 但也因此获得了13次 最不想跟他结婚的女艺人第一名 No.33 宫藤静香 1970年4月14日生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牧村拓栽的老婆 宫藤静香是日本艺男界中 多才多艺的代表之一 他曾亲自监视多张音乐专辑 出演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艺人身份外 他也是一名画家和首饰设计师 他的油画作品亦多次获奖 婚后与牧村予有两女 分别是牧村新美和牧村光西 二女成父母业 走上演艺图 而宫藤静香常被人讨论的话题 则是他的急速老化 No.32 松下游树 1968年7月9日生 现在看到他很多都是演成熟女性或妈妈的角色 但从十多岁就出道的松下 一开始可是以他的大咪咪形象出名 到了首林看起来更加丰满了 有段时间到美国学习舞蹈 返回日本后 在NHK的电视节目担任固定舞者 可能是国外生活的熏陶 曼妙的身姿 加上天然的巨舞 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费罗蒙气息 之后分别借由电影《新同期时代》 《周末婚》 或第十二回和第十五回《日剧学院》上最佳女配角 逐渐转型为实力女演员 但随着岁月流逝 在与关月雅里莎和眼袖斗小护士中 无论样貌或身材 都变成现在的妈妈样了 No.31 五田九美子 1968年8月12日生 说到五田九美子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她用贝壳遮住三田的性感照片吧 九岁出道随后以十分清纯的少女形象 活跃于日本月潭 有人说九美子的身体 集合了东西方女人的全部优点 一头茂密的长发 浓眉大眼 挺直的鼻梁 紧致的赤唇 丰满的身材健康的肤色 早早九美子就因为出众的外貌拍摄写真 一开始也只是拍着一些水镯 但拍着拍着越来越大胆 布料越来越少 到最后干脆不穿了 还开始拍摄一部又一部的成人电影 很难想象一个清纯的女孩 如何蜕变成在人面前一丝不挂 也不害羞的女人 有种说法当女人暴露自己的身体到了一个临界点 反而会上瘾 甚至会主动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给别人看 Number 13 木村多江 1971年3月16日生 2008年曾借由周围的事 或日本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而日后多以绿叶的形象出现 相信大家对木村多江并不陌生 在许多日剧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如2019年的日剧《轮到你了》 她所扮演的那个歇斯底里的妇人 就令人印象深刻 今年则是在麻烦一族中饰演深山家的女主人 你可能不知道姐姐年轻时也是拍过写真集的啊 有人用第二眼美女来形容木村 的确木村多江真的是越看越耐看啊 Number 29 夏川捷衣 1968年6月1日生 我第一次在日剧看到夏川捷衣 是她与阿不宽合演的不能结婚的男人 那时就觉得她是个微胖的姐姐 后来在看北野舞的做头事时 则是那个流浪舞室的妻子 剧中的她有着一种病态美 然后再把她与风川月司的亲娘拿出来看 才突然一惊 哇靠 姐姐年轻时也太美了吧 真的完全就是我的理想心 可惜再美了花朵也经不起岁月的风吹雨淋 在2012年的日剧打扮的恋爱是有理由的中 她已经是一位成熟有韵味的妈妈形象了 Number 28 饭倒橘子 1968年2月29日生 我们的姐姐可谓是情怒坎坷 早年出道应出演可口可乐广告 而有了治愈系女孩的称号 后来参演了多部知名日剧 人气也水涨船高 1997年嫁给日本当红乐团 Tube主唱前田更灰 在维持了四年的无性生活后 随即离婚 可能是口袋渴 离婚后的饭倒侄子 成为牛郎店的常客 无度的放纵欲望 其间爱上了小13岁的红牌牛郎 Only You 只能说女生恋爱头脑就坏 对Only You出手阔绰 送车送房 出资让南方创业 金额高达3亿日元 但显然Only You只是看上姐姐的钱 不愿意和饭倒侄子结婚 然而失忆的姐姐并没有放弃 2012年宣布与不动产公司老板再婚 但7年后老公外遇 姐姐再次离婚 只能说饭倒真的是为情所困啊 为什么我看到姐姐的经历 我脑海突然浮现出 许春美与林宗一 No.27 SUNKOL 瑶子 1966年8月5日生 如果你有在看推理剧《香棒》 就会认得她 她就是老板娘小出茉莉 在《香棒》里每个推理单元的结尾 似乎都需要来到花枝里喝点小酒 而SUNKOL 瑶子饰演的老板娘 已经是第三代了 她经常在开设的居酒屋 调侃幼金书 有时不经意的聊天内容 也会给幼金书一些办案的灵感 虽然已经56岁 还是让人感觉气质出众 穿上和服温柔婉约的气息 更是让人感到舒服 No.26 金锦美术 1963年4月14日生 金锦美术最初是模特出道 于1984年首次参与电视剧演出后 随即活跃于日本演艺圈与广告界 之后跨足乐坛 以一曲《黄昏的独白》成名 之后第一次出演电影《全四之死》 便得到第八届横冰电影节最优秀新人奖 金锦美术的身线自然轻松 随意而带点慵懒的音质 是日本有名的轻柔气质女生 曾经还有一句广告词说 全日本的女人都想变成金锦美术 全日本的男人都想拥有金锦美术 可见她当时在日本是多受欢迎 碍于篇幅我今天先介绍到这里了 第25名至第一名我会在下篇继续介绍 如果想看更多50代日本女优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哦 先猜猜第一名是谁吧 我们下次揭晓 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